现在亚太影展是邀请了饰演平民百万富翁男女主角的两位小童星来到台湾了 其中呢 阿萨鲁丁因为长途劳累引发了中耳炎 经过送医治疗之后已经没有大碍 而两位小童星他们是来参观高雄县的英语村 和县长杨秋欣他们一块来过圣诞 而且他们还换上了歌仔戏服来体验台湾文化 两位来自印度的童星在台湾提前过圣诞 和县长杨秋欣完成一片 县长送了他们很多具有台湾特色的礼物 饰演平民百万富翁男主角童年的阿萨鲁丁 因为长途劳累下击时气压造成中耳炎 送医治疗已无大碍 她还换上歌仔戏服体验台湾文化 另外一位十岁童星鲁比娜 现在还与父母住在贫民窟 同样第一次到台湾 感觉遇上寒流特别冷 两位小童星入境随俗 快乐游高雄县英宇春 在亚太影展登场前忙里偷闲 周年新闻陈谷敏 张玉昕高雄报道